吉安乡仁里村仍爱新城在乡长游淑珍的规划之下 109年着手办理绿化工程 6200平方公尺大绿地开放给民众使用 游淑珍表示后续由花莲体育会垂球委员会来管养 让喜爱垂球及各项运动的民众 有一个适性休闲的运动场所 乡长游淑珍、建设客长吴应玉、仁里村长范国昌 宽利县体育会垂球委员会主任委员高世传 共同线刊位在吉安乡仁里村仍爱新城 早期为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所管有的倦地 乡长游淑珍表示为了配合政府政策以及地方发展 考量地方需求以及开发期间土地充分利用 吉安乡公所积极向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申请短期代管火化 获得同意以半年一千方式来提供给地方公益 以及无收益下来使用 那跟我们国防部也取得共识 愿意在我们的南边开一个开口 让我们北侧南侧的居民都可以随时进来 做运动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在这个管养的部分 我们委托花莲县垂球协会来做我们的管养的这个部分 未来在这里也会预注一些我们锤球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 那在我们运动休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未来会再慢慢的作为一个建构跟建制 那也会来安装一些呢 提示能可以使用的 然后搭配了我们这个仁爱新城的幼儿游乐设施区 亲子设施区还有我们的活动中心 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使用 那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如果我们来共用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爱护我们的公务 也能够来保护我们共同拥有捷径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我们的公园 环林县体育会垂球委员会主委高世传说 这片绿地相当好 希望能够成为乡亲垂球运动活化与全国赛事的场地 就是希望这个场地绝对变成像那种标准的果林 那当然是最好 因为所有的球员在练习的时候 他很辛苦的去练习 他就喜欢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草皮要很平 打起球来就舒舒服服了 这个场地是拿来尽量 尽量是拿来做垂球场 我会保养的很好 等到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该还给他就要还给他了 仁爱新城市村内唯一绿地 过去时常看到民众在路边运动 与车争道 显向缓升的情景实在不舍 由乡长重视居民安全以及运动需求 规划一处良好的空间 由环绕步道 夜间照明 安全无私角 待南侧门工程完成后 也会连结社区发展协会 以广为周知 共同来使用 以及维护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